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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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歡迎來到2月28日的新聞室段Newsroom 來到2月的最後一日 這個俄乌戰爭或者是沃南戰爭來到第5日 經歷了一個週末之後 似乎那個戰況還未是一個明朗的結果 就是說沃南沒有一個完全假設危機 而俄羅斯也沒有放棄到繼續入侵 現在的局勢似乎有點膠著緊 亦都因為那個談判似乎一個buy time 我自己看俄羅斯純粹在這個談判裏面 就是一個利用這個時間來調兵險象 因為其實他的策略是被指 被指完全是錯判形勢 低估了沃南 亦都高估了自己 將他的精銳部隊全部放在他的frontline的後面 變相他們那個logistic是做不得好 亦都補充不到前面的人 前面他們的將領 是沒有一個很充足的補給 令到前面是直接敗退的 亦都顯示到其實沃南軍隊的防禦力非常足夠 但我覺得最重要是他們人民相當團結 另外除了這個俄烏戰爭之外 又是一個很悶的香港疫情 但都要說了 因為始終現在這個癲婆林鄭已經去到一個極權的狀態 她已經是要強推全民檢測 全民強檢 也都是瘋狂地來到香港變成一個不知所謂的地方 已經去到疫情了 說著兩年前大陸爆的時候同樣的情況搶糧 居然在現在2022年的2月 香港有這麼發達的地方 成為一個要搶糧的地方 即是是一個史無前例香港最不堪的一個時間 亦都是二戰以來香港一個最不堪的時間 但是香港現在是被自己人搞到這個地步 是非常心痛的 但是沒有辦法 這個是一個香港一個在這個時間的非常之慘的結果 好啦 那我們先說俄羅斯 俄羅斯現在它的情況呢 是剛才說的by time 其實習年斯基對於現在的那個談判 亦都一早說明了 是沒有任何很高的期望 他都說明就是今天其實第五天是非常之關鍵的 他也都同時在要求這個談判期間 俄羅斯需要停火 那過去的周末其實就是一個 即是那個戰士 即是俄軍不斷攻擊 不斷空襲 特別是基庫那裡 其實打了兩天 但是怎樣進攻都好 基庫都是沒有失守的 那現在俄軍要退到去 基庫的北面30公里 所以今天早上俄羅斯是解除了過去周末的那個消禁令 那些國民是可以在那些shelters 譬如說地鐵站那些 去出回來回家可以拿些東西 或者那些超市都重開回 可以買一些物資 在家裡拿些物資 然後呢 有個民眾回到家裡之後呢 吃過早餐呀 整理一下私水 那之後相信 但是因為之後下午也有再聽過 防空警部會再來 所以似乎他們又要再去 要去暫避 避難所的地方 避過那些空襲 現在那個談判仍然在進行著 去到英國的時間下午三點鐘 沃蘭說那個談判還未完結 是在繼續 也都將會進入第三輪談判的 那星期日 這個談判室星星期日 大家就雙方同意派代表 在白羅斯和沃蘭的邊境進行 在今早 英國時間今早 就說已經到達了那個邊界 變相現在應該去到 是超過了六個小時的談判的了 那而沃蘭的談判的議題就說 要求俄軍停火和撤軍 撤出這個窩蘭境內 但是鄭雲斯基就說 他沒有任何的高期網 但是他說 為什麼要同意談判 是因為 他說任何機會都要試的 也都因為這個舉動 令到世界是沒有可能 沒有人可以指責到窩蘭 沒有就停火停戰 而作出過任何努力 沒有嘗試停止過戰爭 那麼 陳雲斯基就說 任何小機會都要嘗試 而沒有人可以指責窩蘭的 至於過去幾天 究竟雙方交戰 那個情況去到哪裡呢 死傷是怎樣呢 只有單方面的訊息 暫時 那麼 那麼 汪蘭在國防部在Facebook裡提到 在四天過去的戰事當中 是接近5300個俄軍死亡的 那麼俄軍的算失都不細的 說真的 那麼正常又是191部坦克 特別是坦克那個損毀情況非常嚴重 191部坦克 29架戰鬥機 29架直升機 816架那些運武裝人員的運軍隊 運士兵的那些前線的那些車 是被摧毀的 那麼俄羅斯自己都承認有損失的 但是當然他沒有提供任何數據 那麼在這個時候 就是在談判這個時間之前 澤林斯基是促成歐盟 是立即透過這個特殊途徑 是被沃蘭加入歐盟 而那個目的就是 要沃蘭和歐洲是同一陣線 是同步 那麼其實這個舉動也是相信 現在這個談判是沒有任何機會達成 是因為首先 沃蘭已經去到這個地步 而俄羅斯也是因為主動發動這個戰爭 到了這個泥足深咸的階段 普京基本上是沒有任何理據退下去的 即是沒有可能說收兵了 然後走路了 即是你變上普京在這個時候離開 是沒有可能當什麼事沒有發生過的 即是普京是犯了這個戰爭罪行 然後普京在國內是不會有民意 其實他繼續執政的危機也會在 所以基本上在普京的角度看 他現在是沒有任何的後退的可能性 至於因為一向這個危機出現 是因為北約問題 難道談判完之後 沃蘭可以不加入北約 相信這個機會非常之低 亦都是因為這樣 所以烏特林斯基要求立刻加入歐盟 其實相信加入北約的可能性更加大 因為你看到原來俄羅斯會入侵 原來俄羅斯可以在談判 即法國、德國那些外交途徑打決的情況下 原來可以完全沒有預警 直接入侵沃蘭 所以烏特林斯基加入歐盟和北約來說 我覺得進程也會加快 所以亦都見到 亦都預示了 今次在戰爭當中的談判 成功的機會相當之低 而澤林斯基更加 在這個人手短缺的情況下 亦都希望會釋放一些有戰鬥經驗的罪犯 是出來幫忙保衛國家的 他提到一點 就是這個決定很難做 又在這個道德上 似乎不應該釋放罪犯 但是他覺得在國家為首的前例之下 他選擇在這個stand point 出發 今次網上也流傳到不少相片或片段 大家都見到 有不少的士兵和將領被俘虜了 無論是烏軍俘虜了也好 一些平民俘虜了也好 那些相片片段也挺慘的 可能有些虐待的情況發生 不知是軍隊虐待還是平民虐待的俄軍的士兵 亦都有些坦克是直接被民眾拿走 但為何這麼輕易拿走呢 是因為是俄軍自己棄置 俄軍撤退的時候 根本是沒有油或棄置了坦克 變相所有的資料和機密是可以被烏軍拿走 所以看到在這些前線的片段 或者一些照片出來之後 你會看到俄羅斯在前線 現在在基庫那邊 根本上他打得很差 這場仗打得很差 他的補給令到前線完全不能夠繼續打仗 所以烏軍也說明了 他是要針對俄羅斯的補給去進行攻擊 雖然在基庫上烏克蘭的防守力很強 但是因為烏軍把很大量的人手放在基庫那裡 然後在東面的戰線 其實也是俄軍繼續增兵 所以整個危機是未能解除的 另外要留意的是 非常令人震驚的就是普京利用這個核武去做震懾 同樣的星期日就下令俄軍的核武震懾部隊高度戒備 而美國也都立刻指責 就說這樣的舉動完全不能接受 但是也都因為講到用核武 雖然不是真的會用核武 這一刻用核武去震懾 完全已經是不能夠接受的了 而波羅雙神就提到普京用核武震懾這件事是轉而視線的 我覺得也是一個by time 也都是就著這個談判上面是by time 純粹是為了調兵現象 另外俄羅斯盟友白羅斯也都拘捕會派兵幫俄軍 加入戰士 最快今天出發 但是又有一個矛盾的位置 就是習年斯基礼拜日 就得到白羅斯總統努卡申科的保證 白羅斯人不會派兵進去霍懾 但是現在的消息就說白羅斯會派兵 至於聯合國難民主也提到的數字 就說目前有超過42萬的霍懾人 已經逃離家園 去到鄰近國家 但有部份人就未能夠上火車 所以估計有超過10萬想離開的人 仍然是滯留在溫蘭境內 至於英國怎樣呢 白羅斯總統今天就主持了內閣會議 並且是跟各國領袖商討聯合行動 而英國也都是被人罵 就說你是不開放那邊境 給一些溫蘭難民進來 不會提供Visa 英國政府就說 現在是尋求一個方案 是幫助溫蘭難民的 而內政大臣彭代令 就有一個最新聲明 英國現在正是加強溫蘭難民的支持 放寬家庭重聚條款 預計會有10萬個溫蘭人 是能夠在英國尋求庇護的 他們可以在英國工作 但提供一個全面的Visa 就是沒有計劃著 好了 一直跟普京說要用這個 外交解決的馬克龍又怎樣發覺 他跟了普京有個對話 馬克龍就說普京確認 是願意停止襲擊平民 保護民眾的基礎設施 也都保護道路的通行 但你看到其實這個不關普不普京的事 普京基本上在很遠 你去指揮 其實前線的是否做到 你見到過去幾天 你見到整支飛彈炸了一棟住宅的樓宇 你見到那些畫面基本上就是亂來的 你根本上都不是針對烏軍 是針對平民 也都相當之龐大的轟炸 其實根本上已經不關是否普京對不對話的問題 是根本上你這個出兵 本身這個嚴重的錯誤 所以你說普京會不會在這些讓步呢 其實完全不能夠視為讓步 似乎普京現在跟各國領導人 都算是對話也好 全部都是一個buy time 也都可能是因為經濟問題 你知道西方聯合的制裁力度現在很大 無論是航空上面 無論是航空上面 經濟上面 都是非常之龐大 所以會不會是普京就著這些制裁呢 也都開始有少少叫做收一收線 會不會在和灣南也好 和西方達滿也好 在這裏上面有些bargaining 至於經濟現在怎樣呢 其實除了Swift已經把俄羅斯抵出了 即部分銀行 變相在俄羅斯的經濟已經有一個很大的作用 起碼會市已經是令到俄羅斯的貨幣勞報一個嚴重貶值 我們今早的時間那個水平已經去到對美元 是見到117水平的了 那相當於前日呢 盧布已經變成了四成 是創緊歷史新低 同時俄羅斯央行就是一個嚴重的加息 就由9.5里上調到20里 也都說有指央行 央行禁止海外投資社是沽出股票 至於現在下午3點多 盧布已經是去到97水平 97水平 所以見到俄羅斯絕對是一個 在一個擠堤的情況之下 其實它的經濟是不會有任何的好轉的機會 特別是如果你不停戰的話 根本上你的經濟可以根本上崩潰的了 你可能說那些錢呢 完全不值錢 至於那些銀行呢 可能會有個風險 就直接把錢拿走 但是在這樣的經濟面臨崩潰之際 哈利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 就說西方的制裁是很有力的 也都是很嚴厲的 但是俄羅斯是有足夠的能力抵禦 而普京今天也都會就著經濟問題 就會從這些財金官員 和英港官員 英港行長見面 所以見到普京也都會因為這個制裁問題 其實是有一定影響 那至中國又怎樣呢 中國根本上在這場戰事上面 完全用經濟去支持俄羅斯的了 中方就說不贊成用制裁手段解決問題 反對武衣從這個國際法就單邊制裁 強調制裁是造成經濟上面的雙輸或者多輸 影響政治解決的進程 你看到啦 中國根本上一直都沒有去condamn這場戰事 沒有譴責俄羅斯 或者根本上沒有定性這場入侵 也都是經濟上面全面配合 所以沒有啦 中國根本上可以完全視為一個邪惡俄心國之一 至於西方的制裁沒有停止 反而繼續進一步升級 首先英國今天《財訊新聞》宣布 會以俄羅斯中央銀行為制裁目標 制止央行用外匯儲備 破壞美國同盟有實施的制裁 即時開始限制所有英國公民和實體和俄羅斯中央銀行 國家財富基金和俄羅斯財政部進行金融交易 防止指定的銀行透過英國和英鎊進行結算 之後美國有同樣的做法 至於瑞士 大家知道瑞士並非歐盟成員國 所以瑞士今次在中立國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瑞士說會跟隨歐盟制裁 亦包括了336人的銀行戶口資產 和普京和拉夫羅夫 其實跟歐盟之前一樣 跟歐盟英國完全制裁了普京和拉夫羅夫 但瑞士有一個評估 說普京不像 unlikely to use 不像會用他的核武去針對西方的協助 針對西方的制裁等等 另外禁飛也是一個問題 俄羅斯的航班根本不知怎樣飛 因為歐盟有很多國家已經禁止了俄羅斯航班飛越它的上空 當中包括了德國、西班牙和意大利 另外英國和加拿大也是 所以看到他的飛機就算是波羅的海 他也不能飛越波羅的海國家上空 然後進入俄羅斯 要繞路,繞了很大條路 所以俄羅斯的航空也有非常大影響 另外國際奧委會也呼籲 國際體育聯會禁止俄羅斯和白羅斯參加賽事 雖然不能禁止運動員參賽 但禁止運動員有任何國家的旗幟 國際、國輝代表自己 也不能有兩國的任何標誌在作賽時出現 也不能播放國歌 這次英國也表明不會跟俄羅斯有任何比賽 而早前歐聯決賽也取消在俄羅斯上演搬到去巴黎 我們也說一下德國 德國大家都了解到 在俄羅斯危機的前面 比較初期的時間 其實是完全沒有一個強力的表態 沒有任何的軍事援助 捐五千個頭盔給瓦蘭 被人指責被人笑 但是呢 昨天呢 德國終於做出一個非常大的改變 就是在它的軍費上 有一個大幅的提升 也承諾北約 投放相等於GDP百分之二的軍費 同時會向窩蘭提供武器 這個舉動被視為二戰之後 德國在外交上的重大改變 其實整個時間線是直到上星期四 俄羅斯入侵之前 這個取態也沒有變 直至入侵之後才有一個重大的改變 因為這個入侵令很多德國人都感到非常震驚 而本身呢 德國也拒絕向窩蘭提供任何的軍事援助 加上德國和俄羅斯在經濟上 和文化上本身有一個很深的聯繫 所以大部分德國人不願意看到德國在參與這次的危機當中 而大家看到了 舒爾茨也親自去過俄羅斯和普京見面 談判希望在國外交解決 但大家看到那個成效是什麼 直至開箭 令很多德國人的立場開始改變 而原本表示理解普京的理據的國會議員 在上個星期四之後都改變立場 在上個星期四之後都改變立場 在星期日那個特別的國會 就是支持舒爾茨 就說普京發動戰爭 令到德國人對克里姆林宮的同情消失 至於大家知道 現在舒爾茨的SPD 即社會民主黨 在中間編了 一直都深信對話 可以解決俄羅斯問題 但大家留意得因為那個歷史的問題 德國歷史的問題 二戰之後 一戰戰敗國 二戰戰敗國 那個戰爭這件事 對於德國來說是非常敏感的 亦都因為二戰之後 長期處於一個 德國要重建 重建一個非常之差的地位 在冷戰之後 確訊外交 要透過外交才解決問題 才令到柏林圍牆倒下 才令到德國能夠重新統一 所以他們一直都採取要談判 去解決這些conflicts 但這次舒爾茨在掌權之後 就發生了這麼大的危機 他當然率先都是採取這個外交路線 但最後他都承認 在這次和普京的談判上 進入了一個死胡同 所以最終採取了有史以來 對俄羅斯一個最強硬的態度去處理 所以開戰之後 德國普遍政界都認同 是需要投放更多在軍隊上面 去保護北約的盟友 同時都是保護德國的 國內外其實有不少評論都說 德國你知道這個局勢來講太遲了吧 其實雖然大家了解到 就是在星期日 有十萬人在柏林上街反戰 也都是支持郭蘭 但其實仍然有很多選民和政客 是不願意去接受一個 即是這樣增加軍費法 他憂慮這個強硬的手段 是最終會令到這個局勢升級的 但是沒有辦法 即是在這個時間之下 即使芬蘭這些國家 都開始對加入北約的取態開始變 所以覺得加入北約沒有問題 原來在這個情況 在俄羅斯威脅之下 真的會有入侵的可能性 甚至乎大家見到 是見著汪蘭被入侵 所以彷彿醒覺 彷彿大家覺得 愛入北約是需要 即是歐洲是需要一個 這樣的軍事力量 是維持大家的安全 當然俄羅斯和汪蘭的問題 令到一個非常大的憂慮 就是台灣 即是今日汪蘭明日台灣 這個問題 王毅也在說廢話 其實他的重心就是 大家要記住 我們有上海聯合公佈的 即是一個中國原則 是一個基石來的 所以他覺得 大家 即是他要利用這件事 即是沃蘭的主權問題 然後他覺得台灣 都是中國的主權問題 大家不要搞了 這樣 其實是荒謬 根本台灣本身是一個獨立國家 所以台灣總統蔡英文 他就說 團結台灣保衛民主 是他作為總統的責任和堅持 說民主是唯一選項 團結是唯一辦法 所以大家都要非常留意 台灣究竟會不會在這個 亂局 世界亂象之間 被中國去搞 會不會因為這個 所謂主權 即是王毅突然在這個時間開康 講台灣的主權問題 在一個中國原則之下 很危險的 真的非常之危險 台灣早前已經開始警告 指示軍隊去擔憂一些喘擾等等 所以這個台灣局勢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好了 不得不都要去講講一個非常之悶的香港疫情 但是悶之餘 其實香港是水深火熱的 大家會見到所有要搶的 可以搶的都已經搶完了 早前說搶的快速檢測 現在搶糧 這個是非常之差 非常之差的局面 一開始我們說 香港 你經歷了兩年疫情來來 突然間在今年一個極速的加速 令到香港變成一個不無之地 連超級市場都要沒有貨供應 根本就離譜 疫情過兩年之後才發生這些事情 是說不過去 所以搞成這樣的是誰呢 政府 政府令到香港變成一個不無之地 即香港已經不適合居住 好了 全民檢測 大家都在這裡開始想 突然間承認這個快速檢測 全民檢測是否沒有氣場 對不起 林鄭跟你說 不是的 香港零一這個黨媒突然間又說這個可靠消息 就說三月中就會實施這個全民強檢 但是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香港全民強檢不去禁足的話 其實你的成效很低 一開始還說那些什麼根據身份證去做 林鄭就回答你了 身份證未必真的做到的 是要靠不同的family 一家庭去做 那當然啦 你不登記身份證是沒有可能的事 所以身份證的任何資料 一定會去自動送中的了 所以 林鄭那個所謂消息 就說一個全民小禁足方案 怎樣小禁足法呢 開頭說七成三 即是七天就做七八萬人 然後做足三個禮拜 現在就說要積極探討這個九成九方案 希望縮短那個進程 兩個全民檢測方案都有技術問題 就是頭四天還是頭八天 都是涉及一個全民小禁足的方案 什麼叫小禁足呢 其實都沒人知道的 兩個方案都可能只是容許市民去去買東西吃 也都好像西方那樣 你雖然是封城的 但你都容許你的一定的居民 每天可以出去買東西吃的 同時間 在中國當局的全力劫座之下 有可能每天處理二百多萬人的檢測結果 所以才可以縮短這個全民檢測方案 但又說可能是一個中間落墨 所以就會選擇十五日 這樣 我也真的想不到究竟怎樣做 現在這個所謂全民強檢 香港已經未實行 未實施這個情況 香港已經搞到一個淪陷了的地步 大家知道醫院人和屍體一起放 這個根本就是打仗的狀態 但現在香港可以選擇一條完全正確的道路 就是放棄任何清零和病毒共存 然後已經可以和任何西方或者國際去接軌了 但很可惜香港選擇一條不歸路 林鄭突然間今天就發表了一條八分鐘的語錄講話 就是看到她的樣子想沾巴去的那些 未來兩三個月就是穩控疫情的關鍵 之後也是舊吊重提 又說三月之內會全民強檢 今天的數字已經超過三萬鐘了 所以那個所謂中招的數字已經完全沒有意思 對於呈陽性的人究竟怎樣搞呢 林鄭就說那個數目龐大 政府會採取分流隔離 分流隔離的厲害 都不知道怎樣分流 按照確診者的身體狀況 家居環境和同住家人 就安排進入社區隔離設施 也都是併為家中等進入設施的人 就提供特別支援 包括醫療援助 醫療查詢的hotline 其實大家都想到了 既然你可以不進入隔離設施 都做到隔離的 又何需方艙醫院呢 又何需住民檢測呢 根本上全部都是矛盾的 一邊你因為不夠任何醫療設施 去做這些隔離 你選擇不需要 OK啦 自己吐啦 OK的 這個是西方的做法 同時間你搞全民強檢 然後搞一些方艙醫院 那些人麻煩你進去做集中營 根本上是一個瘋了的狀態來的 他說現在搞更多的社區隔離設施 估計會提供超過7萬個單位和床位 而清醫的一個禮拜就搞定了 今天還交付了 那現在中央的施工團隊 在這個洛馬州河道區 就搞了一個應急醫院 提升香港的治療能力 哇 多厲害 就是中央的龐大支援之下 香港的治療能力可以立刻提升 好了 政府也都會繼續實施 這個地區性的熔斷機制 航班上面也都會說 進一步收緊社交距離措施 以及提升這個打針的percentage 特別針對長者和小朋友 在這個前提下 香港是不會有任何自由的開放 只會越收越緊 因為這個清零問題 他也預視到不會有零這個數字 所以這些措施只會越收越緊 也會持續一個很長的時間 但是 之前攝永恆這個創科局 就沒有限制這個安心出行 做這個實名制 被黨媒搞緊 而衛生防護中心 因為歐家榮醫生的一個言論 就承認現在根本是全港代的案子 你已經暫停將有確診個案的食肆 納入這個強檢 或者用安心出行的通知市民 即是說現在一托安心出行是廢的 你托來幹什麼呢 整個街上都有個案子 所以衛生防護中心被視為另一個目標 就是被黨媒搞的了 所以沒有了 安心出行大家都知道是廢了 但是因為2月24日開始 安心出行再加covid pass 不知所謂 至於禁足問題 林鄭也有說到 剛才說的黨媒說的 什麼全民小禁足 但至於禁足上 林鄭的說法就是 還在想著 因為在街上全民謠言四起 搶糧 所以林鄭的說法就是 要評估所謂限制市民出街的程度 也要必要和緊急服務的人手 是不能夠禁足的 所以根本上沒有定案 究竟怎樣做 她在調整一個全民認識的方法 就說市民可能不需要按照出生年份去做檢測 而是一個同住家庭做的單位 做一個單位去做檢測 至於搶糧那些 政府有沒有計劃封城呢 林鄭就說市民要保持冷靜 政府會第一時間澄清那些全民 又說沒有新鮮的食物來香港 這個是傳言而已 這個是假的 但大家看到 在這個恐慌之下 你那個供應是不是充足呢 大家都會憂慮的 因為那個需求是大了很多 大家在說儲糧呢 並不是買一天的菜那麼簡單 可能買一些肉 都要買多了 買一個禮拜的肉 但當香港那麼多人 都是買一個禮拜肉的時候 其實你就算補貨 都補得不充足 大家都知道了 為什麼承認了這個快速檢測 還要搞全民強檢 其實全民強檢 可不可以給快速檢測去replace呢 陳肇始就說 都還要做這個PCR Test 也會為行動不變的路人家 也會安排上本採養 他也相信 基本上可能全民的樣本 都會送到中國化驗 所以無論你的ID 無論你的DNA 全部自動送中 所以那些尊敬的 完全不代表香港市民的立法會議員 就是有一些垃圾的建議 就說應該 好像參考反修例的時候 兩個小時內政府要做些澄清 就著那些所謂假新聞 假傳言 還要盡快為假新聞立法 參考新加坡和德國做法 就說賦予政府移除假消息 和相關帳戶和平台 並且對消息發布者注意監禁 根本上現在發佈假消息的 不知道是誰 有時是說民建聯都發放過假消息 因為那個做了個QR Code出來 叫一些發速檢測的人 用那個QR Code登記 但根本上那個發速檢測的系統都未搞出來 所以誰發佈假消息呢 另外就是陳恆斌 陳恆斌建議香港電台作為抗疫電台 陳恆斌建議香港電台 當然無所謂 香港電台做什麼都可以 現在都無兩樣 香港電台做不做抗疫電台也好 另外有一個發覺有趣的一個trend 近期 由2月中開始 不斷說一些官員的家人 他的司機確診 但那個官員本身 就好像神功護體一樣 完全無事 我最近有幾個的 2月23日開始 鄧炳強的太太和工人確診了 他就說今天又是發足測試 結果是陰性的 另外25日 陳茂波也是他的工人確診 但是他就是陰性的 另外27日就是蕭澤儀 警務處處長 司機又是陽性 但是他自己又是陰性的 但是我就理解不到 為什麼不斷推這些push出來 有什麼intention在後面呢 我還沒想到 會不會就是說 政府官員是一個很強大的團隊 沒事的 就算他身邊的人 怎樣有case都好 沒事的 繼續可以努力為香港抗疫 是不是這個intention呢 真是不知道 好了 今天這個新聞室的焦點 還是在俄羅斯 湾南 和香港上面 時間到這裡 今天2月28日的新聞室到這裡 3月再見 拜拜 件 巴西 我們IO 沒力 而且 我們 有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